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珍妮,很开心又见面吧 今期和大家分享糖醋排骨 今次除了用红醋冰糖之外,我还加了幻梅蜂蜜 食鸡身更野味,酸甜层次更丰富 我们先来看食材 幻梅是我平时追剧的小零食 它可以用来做菜 酸酸甜甜的,饭也多吃一碗 除了幻梅,还需要蒜粒、姜粒、香叶、冰糖 调料有生抽、老抽、广东米酒、红醋、蜂蜜 这里是City超市买来的排骨,1000克 将尾部没骨的肉切下来 可以用来炒或煲汤 然后切成小块 把排骨放入锅中 广东米酒80毫升,姜粒15克 加入清水,盖过排骨 开高火,水滚后煮2分钟 关锁火,拿去冲洗干净杂质 勤干水,必要是用厨房纸吸入水分 用中火,花生油2汤匙 放入排骨,煎至微黄 放入蒜粒、姜粒、冰糖、香叶 翻炒至冰糖差不多全部融化 锅底有些焦黄色的糖 用这个方法可以免着单独炒糖式的步骤 纯粹是为了方便 泥,广东米酒3汤匙 炒锅 生抽3汤匙 老抽1汤匙 花梅4粒 花梅煮一会儿便会变软 等它变软时用铲拌烂 便会出味 翻炒均匀,可以加入热水盖排骨 我这里用了热水250毫升 泥蜂蜜1汤匙 盖好盖,改为小火,炒35分钟 35分钟后加入红醋3汤匙 红醋的颜色比较红,成品更漂亮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黑醋或白醋 再炒10分钟 10分钟后基本管没有水,不用大火收汁 如果水比较多,可以用大火收汁 吃时淋上汁,灑芝麻 加了花梅的味道,比传统的糖醋骨更好吃 而蜂蜜,不单清甜,成品更漂亮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